进入2022年以后 欧洲的能源短缺一直是个大问题 意大利小企业协会的一项研究报告称 约有400万户家庭超过900万人 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因为电费上涨和煤气费增加 这些家庭由于经济状况不稳定 无法在夏季使用制冷系统 无法在冬季使用供暖系统 目前欧洲即将迎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艰难的冬天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已经开始减少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北溪一号天然气的输送量 减少到其容量的40% 然后是20% 等到完全停止供给之后 欧洲明年的电费和天然气的价格将大幅上涨 这样做的后果 会加剧许多欧洲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 特别是那些由私营小企业主组成的员工家庭 在取暖制冷或照亮他们的工作场所时 这些人需要支付两次账单 首先是作为国内用户 其次是作为小企业家 从地理位置上讲 意大利南部更容易遭受能源短缺的困扰 大约有24%至36%的家庭受到影响 意大利的能源成本急剧上升 达到了过去20年前所未有的水平 不仅仅在意大利如此 在法国 由于俄罗斯削减天然气的供应 能源价格上涨促使法国人使用柴火炉 最近几个月 法国人对锯末燃料的需求激增 在英国 很多人都在购买太阳能电池板 英国冬天面临创纪录的电价上涨 太阳能供电是他们的应对措施之一 在德国 他们批准了一项65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以缓解家庭压力 方便居民和救济企业 救助计划包括一次性向数百万退休人员支付300欧元 以帮助他们支付高额能源账单 一次性向学生支付200欧元 帮助他们支付住房费用和取暖费 从明年年初开始 德国第一和第二个孩子的子女津贴每月增加18欧元 此前德国两项援助计划总额为300亿欧元 其中包括减少汽油税和对交通票的大幅补贴 德国建造了三个浮动工厂来储存液化天然气 并重新启用尘封已久的核能发电厂 但是储存天然气的浮动工厂需要6个月的储能时间 需要10年才能建造新的核电站 想要寻找俄罗斯天然气的永久替代品 欧洲国家必须与时间赛跑